当地时间5月13号 英国伦敦警察庭指控三名男子 涉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 协助香港情报机构 以及犯有外国干涉 伦敦警方称 此次行动中分别在约克郡和伦敦 拘捕了11人 之后被扣押在伦敦市中心 以及西米德兰茨郡的警局内 被起诉的三人为38岁的韦志良 37岁的马修特里克特 以及63岁的袁松彪 另外八人已于周五释放 被告袁松彪与直接参与 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内部运作 担任行政经理的袁松彪的英文拼音一致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正知 综合报道